Hello大家好,我是长毛铃鸡的耗子 本次测评为大家带来一款 星旗世界出品的潮玩无人机 Stargazer观星者 这个是一套全套的迷你穿越机 然而盒子竟然这么的个 看得出这个是走的科幻动漫的艺术设计风格 而且这个产品还获得了 2022年度的德国红点设计大奖 这可是世界设计竞赛中最大 最有影响力的赛事 这个预售价2499的观星者到底咋样 我们赶紧打开看看 它的这个套装是一个全套到手飞的套装 里面包含了玩这架飞机的全套的设备 首先是一张大纸 先看视频再飞 建议大家到手之后一定要扫码看看 这个入门指南特别重要 主要是不扫码看不到美女 反正我是全程特别认真的听讲 而且这个视频的最后也就是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的故事卡 就是视频最后是这个故事卡 故事的开始 然后什么2335年怎么怎么着的 最后就是这个三个设备的二维码 这个到时候需要在用APP上绑定的时候 需要用到这个 然后白色的背包 这就是它的三大件了 飞行器 眼镜 还有 腰空气 还有一个配件盒 然后这两个里面都是这个18650的锂电池 在这 还有一个电片给它揪了 这也是里面18650 然后这飞行器的盒子里还有这堆配件 它搭配的是四块ES600毫安时的高压锂聚合物电池 然后四口的这个充电器 反正这玩意儿这个的设计太酷了 就从飞行器到电池全部是这种科幻风格 充电的时候把这往上一插 然后这还是防呆插头也很方便 而且这个还有遥控器 还有眼镜 这还有眼镜 这个全都是用的现在最常见的这个Type-C接口 然后还有这个眼镜的绑带 这才绑上 好了 还有四根备用奖 不过这个韩道士这种小穿越机 这一般奖也不至于太惨 还有说明书 一本是这个快速入门指南 比较简单的介绍这飞行器怎么用 还有一本这个印刷非常精美的厚厚的说明书 超级详细 大家一定要仔细阅读 而且我是非常喜欢这种纸质说明书的 最后是这个超炫酷的贴纸 来吧 给它贴上 这样一下就感觉这东西就不一样了 当然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很多丰富的配件可选 不同颜色的机壳 不同图案的遥控器 还有什么眼镜面板 不同样式的贴纸 这样就可以打造属于自己风格的个性穿越机 反正看的我是眼花缭乱的 然后我们看看这三大件 设计很科幻 毕竟他们的故事 讲的是什么二三三五年 巴拉巴拉巴拉什么的 然后它的全部结构都是这种工程塑料的 有棱有角的这种感觉 然后还有点韧性 反正有点阿凡达那种感觉 然后这两个小耳朵看着像什么 是吧 是不是有点枯似擎天柱 不过这不只是装饰 它是用来保护后面这根小天线的 然后摄像头是在前面 它是上扬角度不大这样的 上扬角度不大 而且是固定的 不知道在它在高速的飞行的时候 就是高速飞行的时候 能不能看清楚前面 后面我们再试试 然后机架的这个硬度 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垂直方向上 它是三角形的结构 然后平面方向上 它是一个四边形结构 而这个设计对结构强度 起到非常大的帮助 有此也可见它设计的用心 急速飞行的时候 这个机架是完全可以扛住 电机迅速变化变速的时候的力量 然后四个非常迷你非常可爱的 无刷外转的电机 还有三叶桿 电机线都是被塞到这个机壁里的 这个起到了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然后看看遥控器 这个遥控器手感超级的棒 这玩意估计丹麦就得大机板起步了 然后这个按键 这有点意思 看着有点像我的游戏手柄 然后看看摇杆 这个摇杆很舒服 它的阻尼感特别的舒服 不过在中立点的位置上 稍微有丢丢的虚位 不穿越机不影响 这个摇杆头还是这种防滑材质的 就拿在手上 摁在手上是很舒服的 然后这上面的R1键是切换模式的 它有自稳和运动 然后我们试试 这边还有震动 行吧 我们起飞 嘿嘿 然后这自稳吧 就是松感回中 然后摁这个A1键 就是切换它的运动模式 我切不了 看一下 需要在完成60分钟的飞行之后 才能将此模式解锁 所以我还得先刷60分钟的自稳飞行 天哪 不过这个东西真的超级稳 新手估计也能很轻松的驾驭 嗯 你们不信 那要不我切一个美国手 我还能飞 我可是日本手玩家啊 看美国手 保存设置 重启飞控 好了 解锁 好 看 哎呦 哦 哎 你摘下来 好 然后然后这上面还有几个其他的按键 R2键呢 是循击模式 就是如果你要是飞槽了也飞丢了 找不着了 你要走到它附近呢 尝一下 通过报警就可以找到它了 但这声音好像不是很大 要是边上有噪音大的话 可能听不见 呃 然后这个R3是反乌龟 就是说这意思 它比如说翻过来了 对吧 翻过来了 然后我摁着这个 这个 R3键 再按这个启动键 然后 它就翻过来了 这个 不过在草地上要注意 就是不要烧了电机 就是草要出里头了 呃 然后我们看看视频眼镜 开机 开机键呢 是在下面 然后上面这个按键 这有一个四个方向的按键啊 这个是用来调整亮度和对比度的 然后这是频道切换按钮 然后这个里面呢 就是一个4比3的屏幕 估计分辨率呢 也就是800×600模拟图传嘛 不过清晰度不错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对戴眼镜的玩家 好像不太友好 就戴上去之后啊 看不太清楚 后来询问厂家之后得知就是后期啊 他们会出这种近视片的配件 然后现在要是玩的话 像我这种戴眼镜的 就是把这个里面这个 这个平凸镜把它给摘了 这样呢 不戴眼镜 我也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这次呢 我就只能给大家带来开箱测评了 因为我得先刷这个学识 然后才能解锁这个运动模式 来飞行测试 反正这次开箱呢 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 这套充业机的产品的设计 绝对是现在所有产品里头最新颖的 全套到手飞安全稳定 然后还有APP的辅助 可玩性实在是太高了 而且这个强制要通过60分钟的飞行市场 来解锁手动模式 也降低了很多新手的炸击风险 这2400多的售价 也不是空穴来风 每一块钱都让我觉得花的挺值的 行了 本次的视频就到这了 先去刷时间去了 关注我 下次我们进行飞行测评 而且据说这个东西 还能实现MR的混合现实赛道可以体验 拜拜咯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